男人可以工作赚钱,可以出门上学,可以继承遗产,女人却只能待在家里,没有男性陪同就不能上街,人们视男孩为支柱,女孩为负担,而没有男孩的家庭就是社会的耻辱。 1996年9月,塔利班武装攻占阿富汗首都,成立了临时政府接管政权,他们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,全面推行伊斯兰法,实行极端宗教统治,禁止电影电视和一切娱乐活动,男人必须叙叙,女人必须蒙面,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,直到2001年,塔利班政权垮台,这样的情况才稍有改善。 但男女平等方面却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,为了不受歧视及外出方便,在阿富汗的一些区域,没有儿子的父母会在女儿出生后选择重新赋予他们性别。 他们被称为巴扎pose,翻译过来就是女扮男装的女孩,他们会拥有男性的名字,被打扮成男孩的模样,可以单独出门买东西,上学工作,已经没有人记得这种习俗是怎么来的了。 但是,在如今的阿富汗,这种巴扎pose非常常见。 老穆家有七个女儿,因为生不出儿子,她被街坊邻居嘲笑为竞生女儿的人,这在当地算是对男人最侮辱的绰号。 为了补贴家用,十岁的大女儿艾米不得不扮成男孩,她需要每天穿男装,压抑女孩爱美的天性,只有这样她才能抛头露面,出门买水,捡塑料瓶。 爱美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,因为人们很容易看出她是女孩,所以她经常会受到路人的嘲讽和羞辱,但为了工作,爱美只能默默承受。 两年前,老穆的妻子终于生下一名男婴,爱美高兴地以为自己可以结束这样的生活,但没过两个月,这个男孩就早腰了。 老穆的妻子也被诊断出无法再孕,爱美只能继续穿上男装。 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到妹妹长大,接替她的职位。 在拍摄期间,老穆一家搬到了乡下,因为邻居们的说三道四,他们的生活也颠沛流离。 在阿富汗,一个家庭没有男人是活不下去的。 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参加婚礼,身边没有男性陪伴,根本进不了门。 阿伯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,母亲和妹妹无法行走在外,九岁的他只能扮成男孩承担起了这个家。 和爱美不同的是,阿伯很喜欢现代的身份,因为这样可以踢自己喜欢的足球。 阿富汗是不允许女性从事运动项目的,也只有扮上男孩才有自由运动的权利。 西亚就是因此主动女扮男装的。 她的家庭条件相对优渥,上头还有一个哥哥,因此不绝继承人。 但西亚喜欢男装带来的自由感,这是她的女性朋友们所没有的。 西亚这样的孩子并不受老师的喜欢,她被称为坏女孩。 学校里反对女扮男装,也反对西亚不带头巾踢球。 但西亚的父母较为开明,为了让女儿继续运动,他们还专门给学校写了说明书,表示支持孩子的所有决定。 因为帅气的长相,西亚没少被女生表白,很多人都把她当成真的男孩,但即便如此,西亚也经常被街边的路人嘲讽,甚至还有人骂她不男不女。 去上场采购,大概是她最放松的时候,因为这里是潮流的有钱人才来得起的地方,思想愚昧的一般进不来,所以没人会问她到底是男是女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扮男装的女孩们通常还会遇到一个问题,那就是要不要恢复性别。 很多女孩到了失婚年龄都会被强制要求嫁人,因为长时间抛头露面过,这些女孩很少能找到好丈夫,她们大多都会嫁给亲戚。 20岁的小范为了逃避嫁人几乎脱离了家庭,她没有朋友,没有社交,白天她是普通的打工族,下班后她是去掉头巾的跆拳道教练。 这里是阿富汗唯一一家女性跆拳道馆,她就藏在偏僻的地下室里,没有任何宣传和广告。 小范学习跆拳道,一时为了保护自己,二时因为热爱之强运动。 在日常生活中,小范谨记运动员的准则,不训练的时候她从来不随便提人,暴力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 晚上,小范来到夜校上课,教室里坐满了男孩,小范显得异常突兀。 但她喜欢这样充实自由的感觉,她也不打算结婚生子。 阿富汗不是人人都能上得起学校的,阿伯就只读过一年书,因为家庭条件困难,她只能上伊斯兰经学院。 西亚也是不打算换回女性身份的,她不愿意舍弃自己作为男性的自由和特权。 尽管母亲经常对着她唠叨,还总想给她买女性服装。 大多情况下,那些不愿意换回来的女孩只能学会忍耐和低调做人。 她们无法正常婚恋,无法正常社交,像小范一样熬出头的屈指可数。 其实,小范本身也承受了许多压力。 她后来拒绝拍摄就是因为公司传出了闲言碎语,她不想暴露自己下班后的另一个身份。 虽然努力挣扎了,改变了,但是她们依旧被压制,被限制。 她们的能力才华在有些人眼中一点也不重要。 发言问过西亚这样一个问题,如果你和一个男生相互喜欢,但他要求你变回女生身份,你会接受吗? 西亚的回答非常干脆。 为了一点点的自由和权力,这些女孩们抛弃了许多。 但好在,阿富汗政府还在为男女平等继续努力。 我是拉环,关注人间一拉罐,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。